拜月老必做的SOP 据说月老喜欢甜食 所以祭拜时出了准备双数的鲜花素果 也可以加码准备帮助你早日找到好姻缘的红枣 表示圆满的桂圆 象征人气满满的枸杞 还有甜甜蜜蜜的糖果巧克力等等 要诚心跟月老表报你的本名 能力生命住址等等 最后一点就是向月老承诺 你愿意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 中秋节也就是农历的8月15号这天 更是我们掌管姻缘的月老大大的生日 AKA一年中求姻缘最最灵验的时间点 就来跟大家分享拜月老必做的SOP 让你不管是选择在中秋节这天 还是在其他天 来拜月老都可以更具体帮助你掌破正缘 据说月老喜欢甜食 所以祭拜时出了准备双数的鲜花素果 以象征开花结果 也可以加码准备帮助你早日找到好姻缘的红枣 表示圆满的桂圆 象征人气满满的枸杞 还有甜甜蜜蜜的糖果巧克力等等 抱着心辰则灵的心情 可以更加帮助好缘分的牵引哦 大家一定听说过 祭拜月老是一定要诚心跟月老 禀报你的本名啊 农历生日啊 住址等等 但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拜拜之前 你要先做好功课 具体的思考并列下 你理想的浪漫关系是什么样子呢 那在列举西幕的过程中 你也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谈谈你希望伴侣拥有的特质 当你在上一个阶段描述的越具体 那不只是月老可以更进一步掌握 你喜欢的到底是谁啊 你自己也能更进一步的知道 你要如何回推出理想对象的特质 例如说他是温柔的还是直接的 他是大胆的还是心细的 他喜欢自由还是重视时间规划 当你对对象的特质 有越明确的勾勒 就越能够在对方出现的时候 一眼锁定 或是你可以在还没有变成恋人的过程中 进一步帮助你知道 我们两个可以做怎么样的尝试 那最后一点就是像月老承诺 你愿意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啊 在因人显化的最后一个SOP 邀请大家把目光放回自己的身上 回归道地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举实力来说 即便彼此的习惯与背景不同 那你是否愿意了解 伴侣爱的语言是什么 用另一半渴望的方式 让他感受到关爱呢 还是你愿意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 花时间与心力在伴侣身上呢 你愿意在乎对方在乎的事情吗 当你许下这些承诺 不仅是对月老 也是全面启动你自己的大脑 告诉自己 哇 爱情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吧 帮助大家如果有拜月老的打算 都能预先的去做好准备 不只是帮助月老大人 可以好好根据你的条件 帮你逆得良缘 也能在你了解自己的喜欢后 在对象出现时即时锁定 最后最后 预先祝福大家 有个圆满快乐的中秋连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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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